王妃 王妃为什么不亲自问问王妃呢 不用了 王爷巴不得 甩了我这颗牛皮桃 好哥哥 本王最近胃口不好 只喝白粥 没想到三年不见 浩哥哥的口味都变了 小慈 快过来跟我们一起坐 不了 我只是个下人 我在一旁伺候就好 什么下人不下人的呀 燕王府可没有这个规矩 我还得感谢你帮我 照顾浩哥哥这个挑食鬼呢 我待会儿还要向你请教浩哥哥 最近的口味呢 好啊 王爷 该做个选择了 我昏迷了那么久 我还以为 他不会回来了 昏迷了 浩哥哥以前都是无肉不欢 他从来不是这么清淡 你们都是怎么照顾王爷的 所以你之前离开王爷去南赵 是想给他拿救命的丹药 是啊 浩哥哥患有离婚症 时不时头痛 陷入沉睡 看着他难受 我也很心痛 所以一心 只想找到治疗的方法 药拿到了吗 药是拿到了 不过浩哥哥和我生疏了不少 真不知道是负还是货 对了 我准备搬出叶王府 为何 我 我爹想我了 让我搬回家 尽孝岛 我也不拦你 以后 多回燕府走走 好 我们都回不去了 浩哥哥 我们之间七年的感情 难道还比不过 那个凭空出现 只相处半年的苏小慈吗 感情这个东西 谁都说不准 是我对不住你 感情这个东西 谁都说不准 是我对不住你 黄豆 母亲 母亲最后一次抱你了 母亲舍不得你 这也是没有办法 你看 娘亲给你买了这么多件小衣裳 娘亲其实给你买了很多布 就只做了这一件 娘亲还有很多的衣裳 还没给你做呢 以后 以后你在家里要乖乖的听你爹的话 不能让你爹生气 知道吗 娘亲舍不得你 算你识相 不好了 王爷 王妃搬走了 什么 这娘们儿 平日里爱我爱的要死要活的 我以为她只是客气一下 真搬走了 还是陈公子帮她搬的家 不回苏家 又跟姓陈的扯到一块去了 而且 她还住陈公子的别院 什么 烦了你 修书还没给 就给我扣了这么大一个绿帽子 走 随我捉奸去 谢谢你啊 陈公子 我没脸回家 也没有朋友 要没你收留 我都不知道去哪儿 小时一桩 出来游玩一下 调整一下心情 真是有缘哪 竟然在我手里栽倒两次 你什么目的 抓你 摇下去 摇下去 知不知道 刚刚有多危险 要不是本王及时赶到 怎么办 你出来都不告诉我一声 我以后都不用你管 什么意思 修书 我已经帮你写好了 你就签字盖上吧 本公很感谢你把浩尔 从活死人的状态中唤醒 但是浩尔更适合和东凌玉成亲 这是博士按照他们的命格算出来的命运 如果 没有如果 如果东凌玉不嫁过来 浩尔还会变成活死人的 这是博士按照他们的命格算出来的命运 如果 没有如果 没有如果 如果东凌玉不嫁过来 浩尔还会变成活死人的 不知道还能不能醒过来 那好 我知道了 我会修你 不过不是现在 我要等你老了 满脸的皱纹 牙也掉光了 没人要了 我再把你修掉 我还不仅修了你 修了你之后 我再取个年轻貌美的新王妃 浮饰在我左右 完美 你无耻 你 你 你 说 你到底什么目的 选风寨的密室 王爷 此人招供如此干脆利落 不会有诈吗 这不是毒药 南疆古毒 这个人被古毒附身 说完必要的信息 就不会留下火口 真是好很多 那王爷 咱们去个前 当然要去 他如此费尽心机 大张旗鼓地吸引我们 我当然如他们所愿 我若是不去 他们是不会放过这丫头的 是你 你究竟是什么目的 我得不到的 宁愿毁掉 你我不愿无仇 为何要置我于死地 炮哥哥 你是执掌兵符的燕王 对我用处很大 你想通过我吞并大舟 好个狼子也行 骂吧 反正这是你最后清醒的时刻 什么意思 王妃 怎么了 王妃 王爷有危险 快 他在旋风寨 众将士听令 夫君 夫君 你还是这么蠢 居然给你一个人来送死 对啊 我就是来和我丈夫死在一起 又怎么样 我得不到的 谁也别想得到 想死在一块啊 做梦 我不仅不会让你们死在一起 我还要让你亲眼看见 你的爱人 是如何杀死你 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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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想死 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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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夫君你醒了 夫君你醒了 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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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将我来何事啊 王妃 旧寝呢 旧寝 窗户外面还是白天呢 还不快过来 王爷 我还是打地铺吧 你见过 你见过哪家夫妻是分床睡的 王爷 你这不是伤美好吗 再说了 王爷之前说 要跟我做兄弟 做兄弟的 讲义气 床让给你 我就在地上 就可以了 苏小子 苏小子 我只数三声 你要是再不过来 甲法伺候 一 二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怕了你了 幼稚鬼 回来了 黄豆 以后我们也一起睡 好 不管多远的距离 我们彼此的认定 我想起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护在你的身边 为你写下你所有的信念 不问是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我们彼此的 wait